只像烟雨的海上 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即使像瓦格纳、伯拉姆斯、约翰斯特劳斯 或者胡格若尔夫这样的人 也都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资助 于是市民阶层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 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 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 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 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 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 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住 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 才算真正成了维也纳人 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 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 皇室的宣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 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西的 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 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民门世家所把持 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 他们并并有理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 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比如说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 我父亲一生都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 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 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 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 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感情 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 或者洛布科威斯侯爵 灵戳是尴尬和不得体的 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 因为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 而犹太族资产阶级的通通过自己的帮助和促进 对维也纳文化所做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 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 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 参观各种展览 他们受传统素服较少 思路灵活 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术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 十九世纪 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 几乎都由他们完成 艺术方面的一切尝试 几乎只有通过他们 才有可能得以进行 如果没有犹太 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 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麻和打猎 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 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 就像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 谁想在维也纳做一点艺术方面的创作 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做客 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之一 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 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 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 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 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 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 不到几个月的功夫 这家民族剧院也就惨淡的垮台了 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示例 第一次揭开了这样的内情 被世界人民称颂为 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 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捕育 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